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可以把你提供的文字或者是图片转换成视频的一个工具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它的网页 我们想要使用的话方法也特别简单 只需要点下面这个按钮就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Discord服务器 它这个工具呢是被托管在这个Discord服务器上 所以说呢我们这边需要登录 如果大家没有账号的话这边可以进行注册 我这边有账号了我就直接登录了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了它的使用页面 下面有一些说明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比方说点第一个吧 这边它告诉我们说它有五个参数 这些参数呢肯定都会对视频的最终的效果造成一个影响 这里面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1 还有这个3 3的话就是说这个视频的比例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1的话大家可以理解为提示词的关联性 这个值越大 然后最终呢生成的视频效果呢就跟你的提示词越像 这两个我们比较常用的参数 然后呢它下面给了一个例子我们就直接复制这段话 待会我们就拿它作为我们的第一个视频 这个下面呢生成视频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随便选一个都可以 比方我们选这个9 好这样的话就进来了它这个频道里面有很多人发布了自己的视频 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去发送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说这里面人比较多的话它消息刷的比较快 最终你做出来的视频呢可能就找不见了不太好找 所以我们这边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在这个9下面创建一个自己的一个子区 子区在这个地方创建 大家点这个这边有个创建按钮 然后呢我们这边随便输个名字 然后把下面这个勾上 然后呢在这个计划框里面 随便输一个号文字 然后我们就输123 然后回车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子区都创建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一些 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输入我们自己的消息啊 然后再生成视频 这边是不会受到其他的影响的 我们在文字框里打一个斜杠 这边这个命令就出来了 把刚才的文字复制过来 这边我们稍微改一下参数把它改成16比9 再加一个GS 用15吧 好这样的话开始创建视频 我们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第一个视频就出来了 看一下效果 它在生理里行走 机器人 这个跟我们的提示词呢是非常符合的 我们这个视频就创建成功了 假如说你对这个视频效果不满意啊 下面有两个按钮 然后点这个的话可以直接重新生成啊 这边这个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些修改 提示词进行修改 然后提交的话也是重新生成 好我们再等一下它的第二个视频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视频啊 它是有两个机器人 跟我们的提示词呢 稍微有一点出入 我这个问题倒不大 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们就重复生成 直到你满意为止 然后除了这个文字生成视频的功能之外呢 它这边还可以通过图片来生成视频 同样的方法也是先选中这个命令 后面有个增加1 点一下 这边会多一个图片选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上传我们的图片 来找一张图吧 就这个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张图 然后呢文字的话可以随便打一个啊 比如说就个儿 然后呢我们让它微笑吧 smile 然后呢回车 他这个视频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他笑了啊 笑的还挺不错 我们刚才的文字里面 没有输入这个视频的比例 如果你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 他会跟你原图是比例是一致的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图片的一个用法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视频的长度 大家看这个视频长度只有三秒 每一个视频长度都是三秒 这个是他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就只有三秒钟 然后如果我们想做长视频怎么办 这边呢我们可以先下载 假如我们以这个视频为例 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然后呢打开你电脑上的视频剪辑软件 把它拖进来 我这边用的剪映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视频 这样的话我们在最后一帧 把这个最后一帧的图片来做一个截取 然后把它保存到我们的文件夹里面 好这样的话我们有了一张图片 然后呢回到这边 用刚才的图片上传的命令 把这张最后一帧这个图像呢把它贴上来 然后呢我们以这张图片为起始 再来做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运动 这边我们把这个画复制下来 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稍微改一下 我们让它来做一个跑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它这个跑步动作不是太好 这当然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继续去通过提示词 还有这个参数去做调整 直到你满意为止 现在呢我们就还是拿它做例子演示 然后我们继续下载 那下载的呢还是拖到我们这个 视频编辑软件里面 这边的话我们把它前后连接起来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走过来 然后继续 这样的话它这个前后衔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一个短视频呢 把它连成一个长视频 只要重复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得到你任何想要的视频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今天就讲到这吧 大家拜拜